路易见袁金夏不想多说也不勉强他 袁金夏也知道 就算他不说路易也有办法知道 大人海门说来六扇门所为何事 袁金夏最擅长的就是岔开话题 路易也就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你可还记得这只总督武手续 今日陛下收了许多弹劾他的折子 我本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如今你居然要难下 不如顺道去打探打探 可是大人怎知我会难下 袁金夏本就是不快 一般人自然蒙不住他 就连路易他如今都多了几分探究 原本确实不知 现在知道也不迟 许是路易眼神坚定 袁金夏虽然隐隐感觉有些不对 但也并未过多怀疑 那这算是公差 有补助吗 路易 路易一脸无奈地看着袁金夏 你眼里出了影子 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这句话路易记得他问过 是在他们查探掩世帆 假借司马长安之名 私自开矿已逝时 他便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还记得 那时眼前这个姑娘看他的眼神 就像在看那白花花的影子 大人 究竟有没有补助 袁金夏拉着路易的胳膊 路易捏了捏他的脸 当然有 每月四两 真的 太好了 大人 一听说有银子 袁金夏两眼放光 喜笑颜开 你好生当职 记得下职之后来陆府 伯母和林大夫那里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路易投也不回 大踏步向前 另一边 路易已经从层服嘴里 又知道了一些事 原来路易被关进赵宇之后 六扇门原先的总补头之事 按道理来说 也应该是杨成万担任总补头一职 那和他心不在此 一来二去 这职位就落在了许昌身上 这许昌并不是什么狼善之人 不仅刻扣下属凤银 更是任由其子为非作代 那和他是六扇门的总补头 百姓有冤也无处诉 袁金夏就是在许昌上任的那一年 被他儿子巧中 几番求取袁金夏敌死不从 袁大娘也像袁金夏口中所说的那样 眼尖反抗不得一头撞在了柱子上 袁金夏下旨回去之后 发现了晕倒在院子里的娘亲 急忙送去了医馆之才保住性命 后来因为杨成万与杨月寸步不离的保护 许昌才收敛了些 可是百姓必有一书 袁金夏还是落了单 许昌之子眼尖就要得手 倍赶来的层腹之腹 他气不过 事后打断了这卑鄙之人的一条胳膊一条腿 二人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 许昌健奈何不得袁金夏 便对他日日辱骂 隔三差五处公差的赏钱也会苛扣 后来便是苛扣月盈 原本按照袁金夏如今的成就 奋力远远不值六两 不仅如此 在晋升补头的考核中 也可以压制了袁金夏的成绩 听完这些路易怒火中烧 但强龙不压地头舍 他还是生生忍住了 路易还顾及着分寸 此事不归他管 NBSP 但袁金夏若实出了什么事 他的分寸就很难掌握了 为何之前不说 陈福能感觉到路易的怒气 就连他 复述这以往的事情心里都有些微扬 袁姑娘再三叮嘱此事不必劳烦公子 他说自己会解决 我等也插不上手 所以 你回去吧 是 陈福已经分府别住 见路易此时心烦意乱 便不再打扰他 袁姑娘您来了 在书房等您呢 管家伍伯看到袁金夏 立刻领着他前往书房 这书房乃重要之地 劳烦老伯先行通报一声 袁金夏之前听陈福说过 路易在书房时不惜其他人打扰 公子早些交代过了 若是袁姑娘来不必通报 直接推门进去即可 伯伯将他领到书房 头也不回地走了 袁金夏还是敲了门 得到允许才走了进去 他似乎不记得 之前他进路易的房间 从来不敲门了 许是三年的分离 疏远了些 我不是吩咐过伍伯 你来了直接进来即可吗 路易放下手中卷踪 直勾勾地盯着袁金夏 自曾福离开 他进入书房 一个字都未看进去 脑子里想着的 都是曾福告诉他的 关于袁金夏这些年的苦处 大人这么晚了还忙于公务 我这不是害怕打扰大人吗 毕竟大人面对的是陛下 若是公务中出现了纰漏 怕是要被陛下将罪的 袁金夏这个借口找的 让路易也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 路易招了招手 袁金夏静止走了过去 路易将他拉入自己怀中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让袁金夏忘了呼吸 他只勾勾地盯着离他越来越近的路易 闻着对方身上的清香 有些不知所措 大 大人 路易紧紧地抱着他 想要将他揉进自己的骨血之中 索性他还存留几分理智 记得袁金夏受了伤 虽不知伤在何处 但好歹克制住了自己 何时启程 明日晨时 你不是说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吗 袁金夏听着路易说这句话 他突然就想起了他八岁时的模样 事关杭州城百姓的安危 大人且忍耐几日 袁金夏说得大义凛然 仿佛路易要是不让他去 就是不顾家国 袁不快 忧国忧民 在下佩服 路易将脸埋进了袁金夏的脖子 却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举动 他怕吓着他 可是这温热的气息 扑撒在这敏感的地方 袁金夏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动了动 却背搂得更紧 过了许久 久到袁金夏以为 路易睡着了他才起身 之间路易从手腕上再次摘下琳琅琴弦 将他戴在袁金夏手腕上 这一次 永远不要摘下好不好 路易声音中带了些恳求 袁金夏意识红了眼眶 他们都知道这个手绳代表着什么 路易还记得袁金夏将手绳还给他 跪在灵黛夫面前让他走时 他心都碎了 袁金夏眼中一粒珍珠划过 顺着脸旁低在了路易的手背 路易拿着手帕为他擦拭 却瞒不过他那双睿智的眼睛 大人不是说不要吗 他一直以为自己一片真心错付 没想到竟有人视若珍宝